请各位老师 如果您已经登录了 直接在通话区边 以学校名加姓来请到 然后今天的讲义很庞大 请各位老师记得去下载 今天文圣老师准备非常丰盛的教材 然后还有这个老师 我记得要请 务必要记得装他的XMINE 我这老师都有装饰会去的 XMINE记得要装一下 不然他的讲义裂化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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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可以 那小姐先开场一下 那各位线上的老师 中秋零假早安 我们这一场很辛苦 这一场我们本来还在8月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已经延到9月了 那就是疫情的原因 我们要延长到10月的 但是因为我们 我们那个 客都认为说 雨前到10月 还是都要线上的话 对 不如现在就线上了 那我们本来是在 搬在直观国小 但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不笨很可惜 因为我们本来有提区 各位老师 我们张笑很早 本来提区 我们在那么遥远的地方 本来准备每个人 一个150个餐盒的 现在大家就吃不到 对 然后我们本来帮 那个文生老师 我们准备了豪华的双皮脚车 接送的 用网络接送的 那我们这一场 主要目的是 第一 希望让 实贵群教学 可以在全高雄市 真的能 可以完成 完成得到 百分之百的执行 因为目前 刚刚我们说实在的 大约 只在教实贵群的高年级 应该也只有 应该也只有在七成而已 可是据我所知 很多私立的国小 甚至在一年级 就在教实贵群了 第二 我们也希望借由 今天的研习 请文生老师 帮各位老师 讲解出 如何去带 好 实贵群的比赛 因为 目前实贵群的比赛 已经由教育部订定 我就是一个 国小国中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 的能力 然后西安哥老师 借的代表人 都也说 原来教育部需要 想要的方式 好 那我们问一下文章校长 你要不要 跟大家勉励一下吗 大家好 一起学习 校长早 好校长 你真辛苦 你礼拜三学 那个 配定男权 还比我来 听Squatch 辛苦你的 好 那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这样延传 原来只能招募 25位 学员而已 今天大爆满 今天到最后 会到45位 增加快 对 现在人数已经差不多了 那我们现在 就把 不请各位老师 记得先把 邱文胜 老师的那个 荧幕 把他顶选 起来 把顶选起来 因为今天的讲者 不是我 好 那我们现在把 时间 先交给我们 讲师 花蓮的邱文胜 老师 好 各位老师 大家早安 大家应该都是廉价 没得去 不能出去 辛苦了 那所以 各位今天就放轻松 我也是 第一次 线上要上那么久 所以我想 可能会上到下午 大家都会晕了 那我尽量用这个 比较轻松一点的方式 可是议题 有时候蛮沉重的 好 那我就把画面 分享一下 在分享之前 各位 如果有准备双萤幕的话 会比较好操作 那 那个 那个讯息区 有我们 资料的连结 那个都是我毕生的心血 很多大补帖在上面 那欢迎老师就是下载 那全部的教材都西西 都没有抄别人的 都是自创的 所以随便你用 然后 请各位装一下XMind 因为我的全部都是用心字图 所以装了心字图才可以看 好 那就麻烦各位去下载一下资料 好 那我就把画面分享一下 那过程中 那个 各位放轻松 过程中如果有任何问题 你就不要客气 开了麦克风 我们直接 就可以 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也不会让我一个人 从头讲到尾 好 那我就把画面分享一下 那跟各位老师校园报告一下 各位校园报告一下 我们这一场演习 整场都有录影 因为文森老师打算把我们这场录影呢 放到他的YouTube上面去 好 这样有看到我的桌面 有看到 有看到 好 那我先讲一下我给各位的资料 我给各位的资料里面 有四个资料夹 那第一个资料夹 这个是我们今天可能会操作到的很简单的范例 然后呢 第二个资料夹是我们的简报资料里面的新制图的练习 然后另外在教材这个地方就是我个人毕生有跟这一次主题有关的相关的内容 我的最近的一些心血啊 我想应该是很好用的 然后这个是最后一个资料夹是去年猫咪杯的评审的跟命题的资料 那这个我们待会会来说跟比赛相关的部分 那所以这四个资料夹非常的宝贵 各位不要客气 如果说觉得里面有少什么资料还需要我提供的话再跟我说 那今天的整个课程的内容 大概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会来 上午的部分是右边 下午是左边 那右边呢 因为 黄老师跟我说 就是希望 今天参与的老师里面应该还有大概三分之一 的老师可能还没有在上Squitch 那希望我们 让老师们了解Squitch是很简单的事 然后上课 该怎么上可以给一些建议 让这些新手老师可以无痛进入 然后另外就是刚刚针对那个竞赛的部分 为什么 从105年开始到去年到前年为止 我们花蓮县的总积分 猫咪杯的总积分都是全国第一 总积分怎么算我先讲一下 这是我自己的解释 我是把那个金牌算四分 银牌算三分 然后铜牌算一分 算两分 家座算一分 那这样全部加起来 这几年 去年 去年我们不是第一 因为我已经下台了 所以就让给大家 那钱就是我进教育处之后 那几年我们一直都是超越六都 包括高雄你们办的那一届 我们还是赢你们一分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结果 我下午会再跟各位说明 我们的县里面的训练Squitch的竞赛 它到底是怎么一个练习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我也不尝试 因为教育嘛 既然是做教育 我不应该只限定 只对花莲好 所以应该全世界如果想要知道的 我们都可以讲 这个才是教育 不要太自私 所以早上我们就针对新手老师 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部分 会针对老手 我知道这里 各位这里面很多都是教很久的老手 那针对老手的部分我们也有一些提醒 有一些提醒 那我想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会先说 因为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好 那所以我就会讲怎么去翻转你的科技课 然后怎么让老师很简单可以 把squish教得很好 然后现在新课纲里面在强调运算思维 那怎么样的教法才比较符合运算思维的一个教学方式 那怎么样的教法可以把运算思维给在教程式的过程中给交出来 这个又是更大的重点 然后在学校的课程安排 跟上课的方式 还有 竞赛的训练方式 还有最后就是 规矩是写程式嘛 那除了协同程式之外 那还能做些什么 我想这个是引发学生兴趣 跟要进入这个领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 那我想今天整个的教学大概是这些内容 那在上课之前呢 我想刚刚那个校长跟洪老师这边有提到 就是有关线里面百分之百实施的这一件事 其实这个真的是要长官的配合 跟那个主办单位很不怕死的决心 那还有各校的配合 那所以像我们在前年之前 我们应该是大前年之前 我们的比例呢 大概不管你怎么推 不管那个教往中心怎么推 课程科怎么推 然后公文公告 研习怎么办 你弄到最后你的极致就是大概百分之九十 我们现在里面的结果是到百分之九十三左右 那你总是会剩下百分之七左右 那个百分之七的学校是什么情况 就是第一个他学校没有可以教Squitch的老师 然后有可能是代课老师 你今年给他训练完之后 明年呢他又掉走 所以一直这样子清皇不接 所以像这种比较后面 就是没有办法进入的学校 这个通常就要有一点技巧 那有一点技巧 我们县里面的其实有 除了大量开研习 这个是主动性鼓励参加的之外 那我们其实还要用了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处长很配合 这里面应该没有处长了 但是应该有辅导团的校长可以去建议 就是我们会跟处长讲好 因为既然是县长的政策 处长一定会配合 所以我们就跟处长讲好 就是要帮我们办黑脸 那所以我在主办业务的时候 我们在任何公开场合的会议 包括县长主持的校长会议 我们都强烈的表达百分之百的决心 那所以会后之后我们就会做调查 那调查我们其实这几年到去年之前 每一年我们都有做那个实施比例的调查 然后到就是到前年百分之九十三的时候 就已经在推不下去了 那时候就是跟处长讲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呢我们在会后之道剩下还有九所的学校 真的没有办法做 那这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结合柯丁的资源 那各位高雄很幸运 高雄是唯一有议员赞助柯丁 可以让所以如果你学校还没有上Squitch课的 其实你们可以跟柯丁联盟去申请 他们会有派老师进到学校不用钱 可以帮你上课上一个学期 上一个学期那老师就可以边观摩边学习 这是第一个资源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会跟校长强烈表达百分之百的 的长官的意愿 那所以在调查之后我们知道有九所没有办法实施 那这九所呢处长就会约谈了 那约谈的时候本来我是想说处长会半黑脸 然后就是当场会在那个会议里面 这九所学校的校长会强烈的要求他一定要执行怎么样的 然后结果其实处长是半白脸 那身段也很软 然后就跟校长说 校长你们执行中高年级交櫃曲有困难吗 然后如果需要什么协助教网中心可以全力支援这样 好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一个问哦 就九个人的会议里面 包括我们在场 他一个校长一个校长问 那这样子下去之后 校长就会真的把学校的困难老实的交代出来 那交代出来之后当然处长就会交办我们 我们甚至派员下去协助整个学期这样 然后希望就是一边教课 一边辅导那个老师让他可以上手 但这个事情是要长年的协助 因为这7%的学校 他真的就是下个学期 下个学年老师又掉走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维持 他才能够长年维持百分之百 然后其实还有我在网路上用的一个建招 各位知道我的联友众多 那我很多的公事或者是研习 我也都透过脸书去放送 那所以我就会在我不怕死 我就会在我的脸书 然后包括花莲的那种花莲县的花莲县民的社团 我就会去讲这样的一件事 就说科技教育有多么的重要 然后现在世界都在推城市推创客 那很多学校我们都已经把设备都补助下去了 那如果你是一位家长 如果你的小孩在学校没有受到这样的教育 那你是很吃亏的 我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在这种花莲人的社团把它丢出去 其实我心里面已经有底子了 马上就会接到电话这样 那果不其然早上po 中午电话就来了 那很多校长就会说 你这样子po上去 我们是要怎么做人 很多家长跑来打电话来质疑我们 为什么不推城市为什么不推创客 然后就要求我造成他们很大的压力 就要求我把那个文给撤掉这样 那我当然也知道这个状况了 但是我还是故意把它放到半夜12点多 我才把它撤掉 就是因为在学校里面 说真的我们是主要的业务单位 你要去推这事情百分之百去执行 它必须要有一些策略 那这个业务的重点就是你在学校如果你是校长 就算你有心要推 也许你的老师可能不配合 那或者是老师真的没有空 或者是有其他种种的原因 但是呢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没有意愿的老师的学校 那通常我们就会 因为老师其实也不怕你校长 现在的老师权力很大 不怕校长 但是老师怕什么 老师怕家长 所以我们就会从家长会去下手 所以只要家长有这个认知 那就会希望学校要有这样的课程 那只要家长会有提出要求 那我想校长或者是学校再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老师就会想要去学 不然的话老师就会说 我们成绩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上课就是国因素比较重要 所以他其实需要有一些策略跟一些方法 然后还有像我们这种不怕死的承办人这样 果然去年就下台了 开玩笑的 好 好 那这是题外话 那趁着早上 各位放假比较轻松 我们早上先来震撼教育一下 我给各位的新制图里面 这个算是比较完整的 好 好 那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早上先来给各位行行脑 我直接用上次我在联发科的这个简报 来跟各位做说明 好 那有些老师听了 请你要听到最后面 你不要听到前面很生气 就关掉就离开 听到最后面才会翻转 好 那我想这我们现在这几年 是一个全民学城市的时代 那从国小到国中 甚至到大学的通识 都要学城市 所以足以证明城市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 好 可是呢 呃 我们花了这么多年 好 国小 呃 中年级开始上电脑课的话 你有四年 国中有三年 然后高中三年 连大学必修的第一年 通识都有 都有半年 都在学城市 我们花了这个至少 呃 十年的时间 各位老师 你你想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花了这十年的时间 在教小孩学城市 小孩也花了十年的时间 跟着你在学城市 好 那可是呢 就会有家长问啊 欸我 我以后 我餐厅了 我家餐那么多 我们家种 芒果 种种什么东西 我以后就是经营我们家的农场 我干嘛要跟你学写城市 有那么重要吗 好啊我是经商的 我是 学语文的 我做什么的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你浪费那么多时间 来学这个东西 我以后又不走资讯业 我想很多老师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你 我们去说服家长 我最常听到的99%都会跟你说 我们是因为要学那个逻辑思维 每一个人都需要懂逻辑嘛 会思考嘛 你都会这样跟家长讲 但是 有时候很难说服 那我等一下会提供给各位很棒的说服方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证据啦 这个是 台湾地区这劳动局的资料 110年的一个就业资料 就是大学毕业之后 学生去市场上就业的情况 那各位看一下这些 呃类别 农业工业什么 矿业运输服务业等等等 这么多种行业里面 跟我们资讯有相关的 我现在假设 看起来相关的 不管你是影视 传播 知通讯 或者是专业科学技术 这个我们都把它当做 你可能会写到程式 那所以这里面 这么多的里面 大概就这两类 会碰到程式 会碰到科技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两类的学生 就当做是以后学程式有用 那其他的就是 以刚刚那个观点来讲 就是学程式没有用 好 那你去算一下人数 算一下人数的比例之后 你会发现哦 这个比例只有5.7% 那也就是说呢 每100个人 在大学毕业之后去就业 只有不到6个人 会从事资讯业 会从事跟写程式有关的 或者是科技业 那他会用到企业程式 那我再具体一点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一个班 30个人 30个人呢 6% 1.8% 只有两个人 会用到程式 那这时候你反向思考一下 对这两个人 你这10年来的教学 对他来讲是意义非凡 他非常的受用 好 他从小到大 他就练了程式 然后 所以他到出去就业 他就很厉害 马上可以进入 可是另外28个人呢 他会用生命在陪葬 好 以现在的教法 如果各位都只有教写程式的技术的话 那这一页就是事实 如果各位上课都只教写程式的技术 那这一页就是现况 好 不晓得各位 看到这一页 会不会 哦 这四天年假过的心情 不太 不太这个舒服这样 好 你会发现 我教程式 教的这么认真 结果 28个人 一个班28个人 用青春在陪葬 好 这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哦 所以请各位听完到最后面 我们会让你的教学有意义 所以 为了解决这一件事 如果你 如果你不能够 把这一个事情很妥善的解决 那你就说服不了家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跟观点 好 那所以 根据刚刚的数据来证明 如果存血程式这一件事 其实是浪费多数人的生命 存血程式 我现在讲的是 存教技术的这一件事 好 那所以 各位我们又都是国中小的老师 各位知道国中小的国民教育 跟高中职的技职教育 跟高教的差别在哪里吗 我想高教技教是职业导向 是技术导向 是学术导向 是学术导向 那个是完全没错的 但是国民教育是教小朋友 要在 就是将来出社会 将来进入生活 生活上 所需要的一些日常生活的技能 好 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反对了 好 那 所以 老师就会说 不对啊 我们学程式目的是要懂逻辑会思考 但是 我不晓得 各位 你回想一下你的科技课 你的资讯课 你的 你的电脑课 我们就是教程式啊 我们就是教这些科技的东西 都是教技术啊 对不对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教 到现在为止 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 那如果你真的就是上课只有教技术 那只有教技术的结果 就会回到我们刚刚那一页投影片的结果 28个人 陪着你 浪费 生命 那我们又都是科任老师 教的又不止一个班 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好 那 所以 其实 在我们新课纲里面 它的最终 科技领域的最终的 核心 他希望我们把学生教会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对不对 可是你要想一件事 这个事情我们在学校其实蛮常遇到的 很多老师他会在上课的时候 讲A的内容 然后考试的时候呢 他给你考B的内容 然后把学生考倒了 他觉得很荣耀 很开心 哈 我题目出的太好了 学生都不会 好 有这种老师哦 而且还自名得意 那可是你就想这件事 如果你上课教的是A 那你考试考的是B 好 你觉得你教学生A 然后希望学生去懂B 我觉得这个是几率是非常非常的小 除非各位都是那个功夫 那个影片里面的 天生的练武奇才 对不对 好 他不太可能嘛 那所以我们 希望各位就是 如果你要让学生懂A 那你就要教A 你希望学生脑袋会转弯 那你就要教他要怎么转弯 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其实你要教学生写程式 你的目的 如果你看过课纲 你应该会知道我们教写程式 教创课的目的 其实是让他懂运算思维 懂设计思考 然后会用在生活上面 会用在未来解决问题上面 素养化嘛 学了要会用 可是不晓得各位上课的时候 你教学生写完程式之后 你有没有教他怎么 把这个方法用在生活上 那这样的一个运算思维的方法 不一定要写程式啊 那方法要怎么在生活上去用 怎么去解决问题 我想这一个部分的转化 90%以上的老师都没有教 都没有教 那所以我们应该其实是要 其实应该是要教这些东西 那我们今天的课里面也会跟各位讲 这些东西在上课里面怎么操作 它可以获得 在学你的写程式的过程中 可以获得这些能力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重点 今天最重要的重点 好 那所以呢 呃 其实 呃 长官有时候 或者是说 课纲 那个解释课纲 甚至是 呃上级 或者是你的校长 你的长官 或者家长不懂教育的时候 他们 希望你去推写程式 然后他们不了解那个意义的时候 不了解教育的时候 其实孩子们需要的是各位老师 你要好好的引导 好 好 那接下来就是 呃我们科技课怎么样才能学到核心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待会再来做说明 好我们现在先回到那个 呃 回到刚刚新制图的简报 好 所以呢 好 刚刚半个小时的这个简单的跟各位提醒了一下这一件 呃很值得各位思考的事情 好 那每个人都学成是这个政策到底是爽到谁 到底是毁了谁 好 各位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那我们国教跟计教 他的面向是不一样的 好 他的面向是完全不一样的 希望各位在做资讯教育做科技教育的时候 你脑袋里面要有这个思考 我今天做的是国教 国教的话是要普及 然后是每个学生都要会的生活的能力 出社会的能力 而不是那种很专业某个领域才要会的那种技术能力 所以你的那个教材你的教学的方法 你的教学的内容就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生活上可以套用的方法才是重点 好 所以早上跟各位沟通了这一件事 好 那 接下来 为什么我们的课纲 为什么我们的课纲要讲 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尤其在科技领域 科技领域 资科的目标就是运算思维嘛 然后深刻的目标就是设计思考 那这两个其实都是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好 那这两个呢 我想很多尤其是辅导员 他们都去上过那个中央 辅导员开的课 课纲的相关的课 那我相信很多科技老师也有去上过类似的一个课 课纲宣导的课程 那不过我想我也去上过那个课 可是上完之后因为太学术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不是很懂 那待会我会跟各位讲怎么去看待这一件事情 那其实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好 那所以这两个名词都不难 待会我们会跟各位去做解释 那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部分 那各位经过课纲的洗礼之后 不过我相信大概有应该有一半的人还没有去看过课纲 其实我也不太喜欢看 好 那各位知道国家在订课纲 到底是怎么订的 课纲到底怎么来的 那很多事情上面不愿意讲 但是这个就是真实的现况 课纲他其实他的目的就是在教育 台湾的教育 他就是在服务地球人的经济活动 所以定课纲他的目标是为了小朋友将来出社会 可以去就业 可以去赚钱 可以应付自己的生活 所以这个是课纲去订定的秘密 那工在就业市场需要什么 那你将来那个高中大学就会开设相关的科系 一个萝卜一个坑 就把你们往那个坑去丢 那所以课纲的秘密 他就是要服务人类的经济 那所以定课纲的时候呢 他们依据的标准其实就会 以像类似OECD 世界经济合作组织这一种机构 他每一年都会 就是隔几年他会提出那种世界人才需求的这个内容 那各国的课纲就会根据这个世界需求去订定说 我们的人才培育要朝哪一个方向 那定好课纲总纲之后呢 这可能就会 就会有一个时间差了对不对 就会有一个时间差 然后他的各国又会因为他的需求 跟世界需求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定出来的那个内容又会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Delta很流行 各位小心一点 听说高雄的Delta都没有公告 所以我就去不了高雄 很可惜 好 那所以呢 各国定好课纲之后 那定了总纲之后 不是要定那个细则吗 那所以那个教授们啊 辅导员们啊 他就会根据这个总纲 再去订定课纲的细则 那中间呢 又会经过了可能一两年 好 然后这里面又会经过可能不同的 派系的这个 位置的保卫站啊 等等等 所以那个总纲订出来 跟实际的课纲细则订出来 又会有一些不同 又会有一些不同 然后订完课纲之后 辅导员要去了解 了解之后要到 呃 县市跟学校去做宣传 中间又经过了一点时间 那辅导员的理解跟 修订课纲的人的理解 又不太一样 又有一些认知差异 好 就这样一直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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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 时间差跟内容的误差 那等到各位去了解的时候 等我们现在去了解课纲的时候 事实上那个世界需求已然发生改变 已经改变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学的这个课纲 其实是上一个T次的世界需求了 上一个T次的国家需求了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体认过这一点 那所以 现在比较聪明的课纲 他会保留三分之一叫做新兴科技 他还好还蛮聪明保留那个三分之一 但是 他会被人的思想限缩了 所以各位不要太执迷于课纲 我 会这样跟各位说 我不是要 批评课纲不好怎么样 请各位要了解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课纲 他给了一个 基准 那这个基准呢 是让那些无所适从心进的老师 有一个目标方向 但是如果你经常关注世界潮流 经常了解那个趋势 那你的想法 也许有可能比课纲还要再前进一些 那我想课纲不会阻止人家前进 所以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你超越课纲 我想课纲里面都是可以解释的通的 可以解释的通的 那所以 当我们了解课纲之后 你就不懂的人至少我朝着课纲 那懂的人呢 你觉得这个想法可能比课纲更好 你可以更精进 我想课纲都可以接受 好 那所以 作为一个 做教育的老师 我对教育比较注重 那你就会想 如果是课纲是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状况 那经过了好几年之后 我们才去了解这个上一期定的课纲 然后才去要实施 那这样的方式有没有办法做改变 有没有 就是你的理想跟现实事实上有极大的落差 那所以呢 那我们在教育上 我们为什么不能依据现场去随时修正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你遇到某些比较封闭的辅导员 他会一直要求你 要去符合那个课纲 那当然你可以就你的专业去做解释 去开导他 不一定职位高的就比较懂 这件事我希望各位可以理解一下 那当然大部分的辅导员都是非常懂的这件事 那所以其实你可以依据现场的需求做修正 那如果可以依据现场的需求做修正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依据未来的需求去实施呢 那你就会说 老师你又不是先知 你怎么可以懂未来呢 那你要懂未来你才有办法去依据未来的需求去画一个愿景啊 你才可以去实施啊 对不对 那可是 知道未来这件事其实还是有方法的 所以我觉得各位老师可以适度的修正一下 就是提前部署啦 超车啦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知道未来需求 其实未来需求也没有那么难 第一个就是如果先进地区 我们这边没有实施过的别人已经在做的 那这个东西对你来讲不就是未来吗 如果没有人比你更先进 那你就是最最先进的想法 那比如说今天如果我要去缅甸 比如说其实赚钱真的不难各位老师 如果你想赚钱我们台湾的教育是很进步的 你就把台湾的这个Squitch的教育 创客的教育直接搬到比如说缅甸 泰国 比较搬到那种比较落后的地区 你去去抓他们金字塔顶端的客户 赚钱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胆子放不放得下 那个去国外的这种 所以你把先进地区的东西拿过来 他其实就是未来 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你的想象力跟创造力 我们今天应该会稍微提到了 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想象力跟创造力的方式 把它放进来在你的课堂里面 让学生多多把这个方法变成习惯 那他会有新的想法 然后又很容易把它实现出来 那这样的人就比较容易开创未来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会讲到设计思考今天 那设计思考其实他也是一个开创未来的一个方法 那另外各位很常看小说看电影 那你会发现说 我以前很久以前看的电影 现在的社会上都已经实现出来那个以前电影里面的场景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的有很有想象力的小说 很有想象力的这个电影 它其实就是在刻画未来 也就是说其实人的想象 我们现在的科技会朝那个 我们以前有的想象去做开发 所以这个也是未来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去操作的 我们现在不讲空谈 我们讲可以操作的部分 那其实你纵观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你也可以把一些最重要的能力给抓出来 比如说 这么多年来 这几十年来 有哪些法则是更古不变的 那这些原理原则要先教 我们教科技 教程式 都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法则 怎么样去做统整 把这些东西先拿出来讲清楚 原理原则讲清楚 那这个到未来也是都会通的 然后快速学习跟 快速学习应用及变化的能力 这个我个人在我们花莲的那个 花莲新武力的愿景里面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能力 因为学生 十年二十年以后要出社会 他现在学的不一定能够用到未来 所以唯有最好的方式就是 他有这个自主学习快速应用变化的能力 这个是我们上课可以教给他的 我们今天上课也会稍微提 怎么样去训练这样的能力 还有刚刚的那个想象力跟创造力 怎么去教在你的写程式的课堂上 好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所提的花莲的五个例 那这五个例其实 我看来看去好像也就是台湾需要的五个能力 那也就是地球上需要的五个能力 反正银河系也没有其他的生命 我们就讲他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五个能力 这里面各位可以在课纲里面看到的5C 是属于下面这三个 5C 你常常听到的那个5C能力是下面这三个 那我们没有提到的5C之外的 其实这两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希望各位老师有机会的话 就去提升学生这两个能力 因为这两个能力呢 是未来他可以靠自己的能力 那第一个就是快速自学的动机跟能力 刚刚讲的自主学习的应用的能力 第二个是云端的能力 云端的能力 我想很多老师都会提一个例子 那个各位现在都疫情时代嘛 就经常会叫外卖 那叫外卖不管是Foodpanda 还是UberEat 对不对 或者是你常常出去 你要去出差 那个订房网站 这些网站呢 你明明那个煮菜煮饭的 UberEat那个卖家 他很辛苦的煮了菜 然后UberEat很辛苦的送来给你 然后你钱也花出去了 然后可是最赚钱的是谁 不是那个煮菜的店家 也不是那个UberEat 也不是那个送 骑着摩托车辛苦来送餐的人 最赚钱的是那个UberEat 那UberEat是谁 那个Foodpanda是谁 Booking Agoda是谁 就是那些会写程式 写云端平台的这些人 所以你可以发现 写程式 是蛮重要的一个能力 另外就是云端的能力 我们最近开学很多老师 需要这个资讯设备 很多家长需要资讯设备 那会淘宝的老师会发现 淘宝上面的笔电 比台湾的笔电 少了两到三成的价格 所以会淘宝的我就去淘宝买 我就省很多 然后懂英文的老师呢 去亚马逊 又更省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云端 如果你会云端 你会 云端工作的能力 包括远距时代 你可以不用到 学校 你可以办公室 你可以在家里 可以远距上课 所以这些就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在前面这两个尤其重要 好 那所以我希望各位有机会的话 就是可以去训练这样的一个能力 好 那在后面 我想我们先来做一下简单的体验 我怕各位睡着 各位应该都有装了Squitch 那我们在那个 好 各位在我们的 运算思维的范例里面 请各位先打开一下 两只老虎的原始版 好 两只老虎的原始版 这一只程式 请你先把它用Squitch打开 好 因为今天的课程 有三分之一要服务那个新手老师 好 所以老手老师 你也不需要忍耐 你听我上课的Megak 好 我们今天讲Megak 比较多 因为技术训练的部分 我想高雄 有非常多 有八成的老师都有在上 所以在地的老师就可以帮你们开演习做训练 所以我今天的部分 其实都是讲Megak的部分 就是上课的一些Megak 好 各位老师 你把 这是我事先写好的歌 因为我 因为演习只有六个小时 那我们要讨论的东西其实太多了 所以我不可能叫你 就直接 一首歌慢慢的 慢慢的这样子去把它Key上去 所以我先做好一个范例给你 所以麻烦各位 把它打开 然后你可以试着播放一下 这个是两支拉虎 各位在上课 如果你教学生 这个音乐音符的部分 那 新晋的老师 那个Squitch3 他把这个音乐的积木收入到扩充积木 所以如果你要找到这个积木 你要从扩充这边去找那个音乐 把它放进来 就会有这些积木 就可以使用 好 那 这个是音符 这个是时间 好 所以你就把这个积木呢 一个一个拉进去 拉进去 组合起来 好 这样子就可以把整首歌给做出来 好 那我们这边就不让各位做了 各位直接开我的范例 好 那我想各位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如果教学生的时候 不管你有教还是没教 一开始学生自己拉 如果学生他自己拉 那他一定应该会这样子 一个积木一个积木 他会这样 D D RE 好 然后再加一个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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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会很辛苦 我想各位应该都 你第一次做 或者学生第一次做 都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 然后第一个他落落等 第二个你要除错 不好除错 然后你要 要做 也许你做到一半 做到这边 突然旁边有个同学 跑来跟你讲话 讲一讲 回来之后 我做到哪一个音了 要重听一遍 再继续做 会有很多这样的困扰 好 那各位想一下 如果你知道 什么叫做运算思维 那运算思维 你应该有听过这五个东西 系统拆解 演算法 思维 抽象化 模式识别 跟资料表示 如果第一次听的老师 不用担心 等一下我会 用白话文 跟各位做解释 好 那你先有一个概念 这里面 好像有一些方法 可以帮助你去处理 好 那我想 我们先休息 休息 10分钟 各位下课休息一下 不然一直听我讲 各位会有点晕 那同时你也想 想看看 你上课 你都是怎么教这个东西 好 你可以想一下 利用这十分钟想一下 好 那我就先把画面还给大家 好 那我们就大家休息一下 下课休息一下 好 请文职老师 老师喝个水 永远后 下我们十点见 再见